问变态们一个问题 你见过罪证罪三官的案件有哪些 如果你没见过 那么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 说这句话的 就是本案受害人的男朋友 而正是因为这句话 让一个花季少女 请客间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事情发生在2011年的11月25日 这天上午 家住浙江省义务市的村民老张 想趁着冬季上山采些干货 就在他走在荒无人烟的山路上时 突然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 在这种荒山之中 死一些小动物在所难免 因此这种臭味 对于经常上山的老张来说 并不稀奇 可是当他顺着小路往更深处行走时 这种臭味竟变得越来越浓 很快他就发现 在路边的一个土堆上 有一团红红的东西被杂草覆盖着 仿佛臭味 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胆大的老张 仗着自己穿了条红裤衩 伸手便拨开了上面的杂草 可接下来 他后悔了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的手上竟粘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伴随着五级的腐臭味 他吐了 映入眼帘的不是别的 而是一具女尸 更恐怖的是 这具女尸的头部已经完全白骨化 但身体却依然完整 衣服也没有腐烂 仿佛头和身体毫无关联似的 这也让初步到场的侦察员们也感到迷惑 尸体为何呈现如此怪异的状态 直到技术员仔细观察之后 他们找到了答案 原来在死者的头顶 有一个圆形的大洞 整个面部都已经碎了 看不清楚它这个面部了 我们推断应该是 它是身前被砸破了 砸破了以后 它就腐烂的快一些 所以说它就形成一个洞 因为你身上的皮肤 都是完成的 没有怎么腐烂 在死者头部的上方摆放着两块石头 一大一小 其中较小的一块上面 沾满了血迹 警方推测 这应该就是凶手作案的工具 进一步看眼 侦察员发现 死者所穿的衣物虽然完整 但有明显被撕扯的痕迹 身上的话是这个扇衣 就是基本上看上去是裸露的 因为它这个扇衣的话往上面撩了 下面的话都是把裤子 推到那个膝盖以下来 就是说看上去就好像有 性侵犯的那种迹象 经过尸检 警方得知 死者年龄在21岁左右 身高1米62 死亡时间为两个月以上 是由头部遭重物打击 导致的颅骨碎裂而死 由于死者的死亡时间较长 警方在其隐秘部位 并没有提取到可疑的生物检材 除此之外 警方在死者的身上 没有发现其他抵抗的伤痕 这就说明 嫌疑人和被害人 很可能是认识的 那么之后两人又以为什么产生了矛盾 让凶手能如此残忍地将其杀害了呢 目前警方的当务之急就是查找失源 确定死者身份 那么他们又该从哪里查起呢 经过分析 侦察员决定 根据死者的年龄特征 在全市范围内 寻找符合条件的失踪女性 与此同时 一组侦察员则根据死者所穿衣物的特征 在各大商场寻找售卖相同款式的商铺 进而找到被害人生前的活动轨迹 现在这种裤子啊 这种胸脏啊 我们都一亩年来都找了 可是一番调查下来 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这让负责办案的侦察员们心急如焚 这时候就体现出了法医的重要性 有技术员提出 能不能通过更为详细的检验 推断出死者准确的年龄以及死亡时间 从而进一步缩小排查的范围呢 于是 作为这江省首席法医的老林 被邀请到专案组参与侦办此案 经常杀人的老铁们应该知道 根据持股推断年龄 是法医广泛采用的一种重要方法 然而 有着多年尸检经验的老林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 对于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言 利用锁骨骨骼推断 能够更加准确 根据观察 老林发现 死者的锁骨尖锋端骨钩已经愈合 说明年龄已满18周岁 而胸骨端的骨钩没有完全愈合 说明年龄不到21周岁 结合医学方面的案例 老林认为 女性的发育会比男性要早一些 因此年龄的推断要往下靠拢 那么 死者准确的年龄应该为19岁 于是 侦察员们立即调整侦察范围 并广泛发布协查通告 并特别标明了死者的准确年龄 案发后第五天 也就是2011年的12月1日 案件终于有了重要线索 有一个房东 他直接跑到派出所里 来反映一个情况 说他有一个住户 是一个女的 他说来的这个体貌特征 包括身高 包括衣着情况 包括懒头发 这个情况 都跟那个我们这个案发现场 那个死者比较相似的了 据这个房东反映 失踪的女子名叫张力 今年19岁 8月中旬她去收租 结果没有找到人 电话也打不通了 而和她一起消失的 还有一名男子 据她了解 这名男子应该是张力的男友 警方根据租房的登记信息查询到 张力的企鹅号 曾经在永康登陆过 于是他们立即赶赴永康了解情况 可当他们根据登陆地址 找到那家网吧之后 竟然好巧不巧地碰上了张力 以及她的男友 经过询问 警方了解到 这两人离开义屋的原因 单纯的就是为了逃避房租 这样的结果 让刚刚燃起希望的侦察员们 瞬间被一盆冷水浇的是透心凉 心飞扬 就当他们还在根据已知信息 继续排查时 法医老林 却自顾自地研究起了昆虫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她在观察苍蝇宝宝 从出生到孵化的全过程 通过不同的环境 分析出被害人准确的死亡时间 为警方的排查 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撑 很显然 这已经超出了法医的专业范畴 根据实验 警方了解到 苍蝇从卵孵化完成 春夏季需要半个月左右 而在秋冬季需要一个月左右 结合一屋的气候 以及尸体的腐败程度 老林判断 死者的准确死亡时间 应该在29天 前后不超过24个小时 根据这些信息 专案组再次更新协查通告 并发布悬赏 重点排查 10月26日前后失踪的 19岁女子 与此同时 利用媒体进行广泛传播 案发后第八天 一条举报信息 再次让专案组振奋起来 有男子向警方反映 悬赏通告上提到的死者特征 无论是年龄 还是失踪时间 都和一个叫做蒋娟的女子 完全吻合 并且该男子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女子所穿的 牛仔短裤的裆布 有缝补的痕迹 他是怎么知道的 咱们就不过多的深究了 警方随后进行了对照 发现确实如此 于是警方根据户籍信息 立即赶到了蒋娟的老家 通过其父亲的生物剪裁 最终确认 死者正是蒋娟 于是警方立即围绕 蒋娟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调查 很快他们发现 死者生前的交往 可谓是极为复杂 可以用一个贼乱来形容 没有办法 警方只得根据他的通话信息 对所有与其联系过的 以及同居过的人 逐一进行核查 经过半个月的奋斗 警方最终将目标 锁定在了一个叫做 刘康的男人身上 刘康康这个人 跟那个死者 算是在最近的 跟他有在一起过的 这段时间 就是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称 于是警方立即找到 刘康了解情况 然而 据刘康回忆 他与蒋娟在十月底 就已经分手了 对于他的死 自己一点都不清楚 也不想过多的了解 刘康康康就感觉这个死者 太随意了 叫他的两个朋友 把这个女的赶走 把他们两个分开 于是 警方迅速找到了那两名男子 通过调查最终确认 刘康的那两个朋友 正是本案的始作俑者 刘康怎么也没有想到 正是自己这个匪夷所思的举动 最终将蒋娟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那么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刘康的两个朋友 一个叫做王冠运 一个叫做裴建康 都是河南永城人士 2011年10月26日 刘王培三人准备出去抢劫 并商量在刘康家碰头 于是 两人第一次见到了蒋娟 之后 刘康找了个借口离开 本来裴建康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 可王冠运看到蒋娟后 突然发现他长得像自己的前女友 于是 王冠运上前准备实施侵犯 没成想遭到了蒋娟激烈的反抗 后来 为了不耽误晚上的行动 裴建康出手制止 并劝说王冠运不要在此浪费时间 见王冠运不肯就此罢休 裴建康就出了一个馊主意 说这里人多演杂 最好是把蒋娟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可王冠运担心 如果实施犯罪 蒋娟报警 晚上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这时裴建康丢给他一个眼神 两人心领神会 我说 杀死了 不就有一条人家吗 有什么大量 在脚迫下 蒋娟跟着两人来到了荒山 由于裴建康就住在附近 对这里非常熟悉 因此 在他的带领下 三人很快就到了一个两人都认为非常理想的地点 之后 裴建康负责望风 王冠运则对蒋娟实施了侵犯 没一会儿 裴建康就听到了呼救 以及树枝折断的声音 他快步上前 看到王冠运正在掐着蒋娟的脖子 接着两人合力动手 将这个只有19岁的花季少女残忍杀害 并草草地掩埋后 扬长而去